这次海空联合巡逻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新加入了联合反恐行动 以前的海空巡逻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对香港海域和空域的一个联合巡逻行动 此次海空联合巡逻主要是参与兵力比较多 紧急出动比较迅速 整体演练内容更加贴近的实战化 这次演练主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连战连训 三军部队一体行动 作战与保障行动一体组织 二是实战实训 作战的区域与任务环境高度一致 演练的课题与任务实际高度一致 这一次不同主要是依据新的军事训练条例 和新的作战流程 新的方案体系 按照实战化的要求组织的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